豆豆先生站在一副价值五千万的名画前 突然 这一喷嚏的代价有点高啊 豆豆先生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手帕 想把口水擦干净 结果 我的妈呀 原来是口袋的钢笔漏漠了 他赶紧把门先关上 然后把名画从墙上拆下来 再多吐点口水 使劲擦擦 结果 这次啊又把相框给拆了 他只好用一块白布盖着画 假装自己推着一辆餐车 流进一间库房里 拼命翻找 可以清洗墨水的材料 终于找到一瓶油漆吸湿剂 就是他了 赶紧倒在手帕上 开始清理名画上的墨水 果然有用 不一会儿 名画就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豆豆先生开心极了 赶紧把揪了他的宝贝放回原位 结果一回头 这一下彻底完蛋了 吸湿剂同样吸湿了颜料 他拿着手帕拼命的擦 最终整张脸都被他擦没了 他赶紧又把画运回了展厅 这时 刚看完会的卷毛赶了回来 看到名画从墙上消失 他惊呆了 豆豆先生从地上拿起他的杰作 掀开白布给卷毛看 这样的名画 着实把卷毛吓坏了 仔细一看 这张脸和豆豆还有几分相似呢 卷毛实在是太无语了 但是名画明天就要被展出了 现在根本无法补救 他只好将豆豆改版的四花像放进了展柜里 等着明天大获临头 卷毛是可怜 原本与豆豆对接的时候 都说他是从英国博物馆派来的博士 过来做指导交流 结果一相处 卷毛发现豆豆先生的行为举止 着实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思路也是相当清晰 把他带回家里住 结果把自己的老婆孩子 纷纷寄回了娘家 简直没少许添乱子 晚上回到家里 豆豆先生也在为自己的行为自责 可当他听到卷毛的儿子 称他房间有一幅名画的海报时 他有了新思路 打包好工具 出发了 美术馆里收藏了一幅 价值五千万的名画 汉诺先生打起了主意 半夜请入美术馆 先在保安的咖啡里 倒入一整瓶的卸药 然后将最近男厕所的钥匙掉了包 溜进角落里 等到保安喝下咖啡后 保安拿起钥匙直中厕所 却怎么也打不开厕所门 以及吊虎离山就这样完成了 豆豆先生来到仓库 拿到一幅名画的等笔海报 溜进展厅里 把画搬到地上 开始了他完美计划 先把原画拆下来 然后用矿花糖做胶水 把海报粘成化矿 再打几个鸡蛋 把蛋清和蛋黄分离 将蛋清充分搅拌 然后刷到海报上 制造出优化效果 大功告成后 豆豆先生激动地举起了小手手 满意地离开了 第二天 好不知井卷毛依旧十分紧张 不知如何面对名画被毁的后果 可是当他们打开展柜 名画竟然原封不动地回来了 到场的所有专家和学者 没有一个人发现 名画其实就是豆豆先生 用海报代替的 就这样 名画风波有惊无险 豆豆先生顺利逃过一劫 可就在这时 一名警察搭住了卷毛的肩膀 卷毛吓坏了 以为事情败露 想要好好解释 结果警察带来的却是另一个坏消息 他的女儿出了车祸 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 卷毛立马带着豆豆先生 开车前往医院 你绝对想不到 韩豆先生的医术有多高明 病人醒了 豆豆先生一来到医院 就贪玩拿起了听诊器 结果被误当成了医生 护士们脱掉他的外套 直接穿上了手术服 就这样被送进了手术室里 病床上的病人 胸部下方中了子弹 腹部还有眼中了内出血 必须赶紧将子弹取出 豆豆先生哪里听懂这些啊 可当他看了一眼患者 这不就是刚刚那个警察吗 是熟人啊 赶紧打个招呼 结果 好不容易请过来的警察又晕了 正当大家准备手术时 一名护士冲了进来 说隔壁的病人情况非常紧急 结果所有医生护士都转移过去 只留下豆豆先生 一个人在手术室里 这时他闲得无聊 从口袋里拿出一颗巧克力豆 准备扔进嘴巴里 忘了自己还戴着口罩 结果 巧克力豆竟然掉进了患者的肚子里 还赶紧把手伸进肚子里 找巧克力豆 结果 就这样把子弹掏了出来 他一看不是他的巧克力豆 竟然又给塞回去了 继续掏啊掏 终于掏出来他的巧克力 只可惜脏乱吃不了了 抢救完隔壁的病人 医生护士们都回来了 这时患者的心率急速下降 所有人都手足无措 豆豆先生走过来 直接将手伸了进去 没一会就掏出了子弹 这是神医啊 众人纷纷为他献上了膝盖 一场手术 好不容易蒙混过关 结果一出门 又被卷毛拉去看他的女儿 可他哪里会治病啊 看着昏睡的女孩 开始了他的表演 想要把女孩吓醒 结果没用 然后 想要把女孩咬醒 还是没用 最后他看到了除颤仪 想起其他医生是怎么使用的 于是他插上电 下来给自己试一试 好吓唬 小姑娘就这样被他趁醒了 这一数 勉强叫他一声暂时花拓吧 卷毛一家人非常感激 问医生要做些什么 谢谢他的救助 这时 豆豆先生扎下口罩 就这样 接下来的一周里 卷毛带着豆豆先生 好好游玩了美国 两人之间的关系 就变得越来越亲密 度过了愉快的一周 他不舍得与卷毛道别 反复了英国 电影汉豆先生的大灾难 讲述了汉豆先生来到美国的奇遇 依旧还是大家熟悉了他 用他的表演 给观众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好啦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 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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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